其實球賽剛開始而已 那我們自己有自己的步調跟節奏 比賽剛開始就說要放棄 那不是決勝了嗎 我還在衝刺民意當中 我們一定會贏大家放心好了 市長昨天有提到合二合三演義 那這部分的話 行政院長副院長鄭文燦就說 現在這個說法是矛盾的 你怎麼回應 合衛料的處理是中央前者嘛 那新北市在合安的把關上 當然要盡心盡力啊 那這當中我們也幾次跟行政院反應過 行政院要出來說明說 合衛料不能永久儲存在人口稠密的地方嘛 這很簡單也不需要出來說明 把責任歸屬給地方 這哪對呢 中央前者中央要負責嘛 那你也因為市長昨天要四個國政防針 但被科辦說抄襲 然後另外一種的胃藥事件 柯文哲說全台檢測根本是違反醫學常識 拜託啊 什麼幾個前者哪幾個前者誰抄誰的 這都是很多年前大家都有個過往的經驗嘛 兩岸和平穩定 那這是抄襲喔 兩岸和平穩定不是普世價值嗎 那現在的獨立沒有誰抄誰誰的 那市長要表現妳給自己打幾分 柯市長說全台檢測是違反醫學常識 柯文哲 市長你也不要配合民進黨 在這個地方三風點火 我們要的就是一個很清楚的真相 市長 科學檢驗 只要出來真相就清楚了 市長 昨天這個QA的部分 給自己自評表現幾分 那有比上市更直球對決嗎 那另外 市長 市長 我有話就說 有問就答 很清楚的就直接回答所有的問題 那我也謝謝同學 也很直接挑戰 挑戰他想要問的問題 所以其實面對問題 從一開始到現在 我都做我自己 你如果要問什麼 我就問什麼 像現在你要問什麼 我就跟你說什麼 那很直接的回 那也許在回的過程當中 不見得讓大家滿意 但是那有代理表示 這是我的態度